娱乐性发现等你来爆料 您的订阅与评论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台北市体育局前十大运粉丝团台北运动吧 今日深夜遭到黑客入侵 并且发布了多个欧美日本A片的可疑链接 台北市体育局8日凌晨表示 他们之前后已经紧急联系脸书要求关闭台北运动吧 后续会尽快收集黑客犯罪证据 报警处理并对犯罪者提告求偿 台北运动吧最后一篇po文的时间在6日下午5时16分更新分面 但今日晚间11时47分 却不断贴出欧美日本的A片链接 以7至9分钟的频率po出色情链接 截至8日凌晨12时38分共po了8篇 上校李天忆去连在年述po文 指网红馆长陈志汉有气象前科 迎来馆长不满提告 士林地方法院审结 认为李一图是月天人 对馆长产生负面评价 判李赔偿30万元 并应在脸书道歉15日可上诉 去年5月 李天忆在粉丝专业李天忆军事论坛上 指陈志汉有毒品盗窃恐吓伤害抢夺 但气象前科 并表示总统蔡英文和馆长一同录制国军 荧光原地是风浪 李的破文让馆长十分不满 自拿出他申请的良明证 证明自己没有前科要求李尽速道歉 但李认为没有必要 持续主张先前说法 强调自己的信息来自网络 没有查证必要也没有法律问题 事后遭馆长提告 馆长开庭时主张 自己是海军陆战队异彼 参加过921救灾 退伍后从事减身事业 多次捐助工业出钱处理 李的说法严重损害他的形象 要求李赔偿50万元并道歉 李天忆则承认 破文没有查证 散播不实讯息 愿意赔偿10万元并刊登 相关的道歉声明 士林地院何一廷认为 李天忆在馆长澄清后 并未道歉且持续攻击 让月天忆对馆长产生负面评价 判李应赔偿30万元并在脸书 向馆长道歉15日 全案可上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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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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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